中文字幕——YK 我们刚刚所列出来的都是一个属于比较短期 或是两三年之内的一个短期风险 事实上全球的经济面临的长期 也就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长期经济风险 甚至中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叫做老龄化 而日本是最重要的捷径 老龄化导致什么 导致你很重要的基层劳工严重的不足 老龄化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你这个社会里头 你要为一些年纪很大 而医疗健康环境呢 某个程度必须支付非常高的财政支出的国家财政赤字 你都要面对相关的这些国家整体财政结构的改变 你的投资是让这个国家的老人 可以好好地养老 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发展 或是年轻一代的教育 这当然是一个对年轻一代的资源剥夺 可是是每一个 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现在所谓的老龄化的老龄是什么 说起来历史也很特别 不久之前我们都还听到一个叫战后婴儿潮 baby boom 他们改写了一九六里年代的历史 改写了一九七里年代的历史 现在他们就是我们所讨历的老龄化 最主要指的是他们 而这群人呢是在战后出生的 那个时候没有节育的政策 而且也没有节育的相关的技术 也没有避孕药 也有很多宗教反对堕胎 所以他们成了整个全世界都是 这一批人 大概现在baby boom的这群人呢 都是最大的 七十岁以上都是最主要的人口 那未来他们以台湾来讲 他们就进入七十八十 他们的医疗也相当的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国家都会面临跟日本过去的情况一样 第一个就是经济停滞 因为它主要的经济支出是这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说过去这几年呢 全球有一个大趋势的转换 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是进行一个反移民的保护主义 这个保护主义就是我不要移民了 都是你们这些移民偷走了我的工作 那讲这些话的很多 都是这些战后孕儿潮 或者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人 可是日本出现的情况是完全刚好相反 日本的政策现在最欢迎的是什么 是印尼的佣人 他们希望印尼佣人学好日文 他们可以在日本得到永久在当地 工作的权利 可以有永久的工作签证 直到他们某个年龄 他才可以回到印尼去 所以不是五年 不是七年 是很长时间的 为什么 因为他太需要这些印尼的佣人 来帮助照顾这些老人 所以本来很多国家 他们所要的人才 是最高级的技术人才 现在呢不是 他要的是最基层的劳动能力 因为基层的劳动能力在老龄化人口里头是欠缺的 反而是各国现在最主要招揽的对象 现在英国脱欧后也发现他们没有油 主要欠缺的都是卡车司机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 从反移民五年之后变成现在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借金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 他主要是投资在照顾这些老年人 使他们的健康无余 使他们可以好好地安享 他的晚年的同一个时刻 这些人因为不太消费 所以他的经济必然是停滞性的增长 这是全球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趋势 我们来看日本的借金 原材料などの仕入価格の動向を示す指数が 大企業の製造業で 前回9月の調査より12ポイント高い プラス49となりました 原油などの高騰により 仕入価格が幅広い企業で 値上がり傾向に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て およそ13年ぶりの高い水準となりました また大企業の非製造業でも プラス25となりました 日本央行12月13号 发布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 指出企业成本采购价格增加 但没有充分反映在销售价格上 成本增加 没能转嫁给消费者负担 将压縮企业收益 影響員工薪資 日本在经历数十年的价格疲軟 和通貨紧縮後 消费者预期低物价以根深蒂固 企业難以调涨售价 自行吸收成本 但成本持续高涨下 企业将需在调涨售价 承受流失顧客的风险 和维持售价承受收益 承受收益缩减的压力之间 做出选择 ゴムや金属などの仕入価格 日本企业不积极涨价 部分公司选择降薪 减少生产成本 薪资涨不上去 造成工资上涨 和物价上涨的量性循环消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 过去20年 日本年均明目所得减少5% 美国则是增加约80% 德法增加约50% 日本民众普遍预期薪水不会增加 消费欲望低迷 4到6月的个人消费 比两年前减少5% 物价低连 对消费者的荷包来说 看似好事 但却是经济成长低迷 甚至停滞的迹象 从2001到2019年 日本经济成长率年均仅有0.8% 美国为2.1% 英国1.8% 日本经济成长缓慢 除了薪资动涨 难以振兴消费 企业对其设备投资 也持续低迷 根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 日本2000到2020年 包括软硬体在内的生产性 资本存量仅增加9% 美国为48% 英国59% 德国17% 设备更新牛部 将无法提高生产力 弥补劳动力减少 他们在担心了 这些叫日本化 这是一个有趣的词 有趣的词 和一些人不喜欢用它 因为它有更多的一种意义 measures in бел Ronnie it can be a shorthand on what happened to Japan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slow economic growth low inflation and extremely low interest rates for a long time I think Japanification is a useful term and I think what it really says is that Japan is the preview movie for the whol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demographics when you have a larger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age 65 you necessarily have a lower percentage of people working 这意味着是 经济有低额的购买 这会影响了货币 货币影响了资金额 我们有低额的 政府会叫R star 或者那种正确的资金额 当那是低额 你会有低额的政策空间 然后你必须 以另一种政策方式 以为能够 使用金额的政策 如果增加增加 或是有变化 日本总务省11月30号 公布2020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主要劳动人口15到64岁 有近7509万人 比5年前减少近227万人 日本劳动生产率 截至2020年 每小时创造的附加值 为48.1美元 是七大工业国最低 也低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平均 54美元 日本高龄化也导致需求疲软 2020人口普查还显示 日本65岁以上人口 和5年前相比增加6.6% 来到将近3603万人 达史上最高 14岁以下人口 减少5.8% 约1503万人 创史上最低 高龄化率 增加两个百分点 到28.6% 美国为16.6% 德国为21.7% 意大利为23.3% 估计到2050年 全球每6人中 就有一人超过65岁 经济学人报导致日本面临高龄化社会 经济成长缓慢 天灾威胁 和美中博弈的问题 这是全球其他国家正在经历 或是将要面临的问题 全球可借近日本 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的经验 日本经验显示 其一 政府可在不引发通膨急速上升下增加支出 其二 增加支出 推动经济成长的幅度 比经济学家过去认为的还宽得多 最后 提高通膨比抑制通膨还更不容易 日本同样遭遇供应链中断问题 但物价增幅却比成本采购价格增幅还小 纽约时报指 日本无力提升通膨 因为没人知道价格停滞的明确原因 这才是首要解决的问题